2003年起 中国离婚率已经连续15年上涨 2018年达到千分之三点二 日前 正在提交审议的民法典草案 婚姻家庭边相关条款 引发热议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非得离婚呢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的 都说了八百遍了 你天天抽烟喝酒 烫头不着家 这谁能受得了 就这点小事 是吗 谁家结的婚不是这样 这个就是过日子呀 我不管 明天我爸妈去见孩子 你爸妈别管了 不可能真要离婚了 你爸妈永远别要见孩子 专家表示 根据民法通则的空虚两俗原则 和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 应证于祖父母探望孙子孙女 但这项权利的行使 必须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前提 不得影响被探望人家庭的正常生活 你无情无耻无理取闹 他冷静一下好吗 民法典草案规定 自婚姻登记机关 受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 30日内 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 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30天缓冲期 被称作为离婚冷静期 又是冷静 我连离婚的自由都没有了吗 专家表示 离婚冷静期的设定 并不意味着没有婚姻自由 而是为了防止当事人 因意识冲动草率离婚 只能保障当事人的离婚自由 又能保障双方当事人 做出正确决定 国际上 这里离婚冷静期早有先例 在美国 50个州中有16个州 退出60天 至一年半不等的离婚冷静期 特别是 两人有孕育中的孩子时 离婚冷静期 不是限制个人自由 而是暂时放下抱怨与指责 对婚姻深思熟虑 当分开成为注定 将祝福成为彼此的回忆